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来厦门啦 然后我这次是跟我爸妈一起来的 然后我现在刚刚到酒店 整理了一下行李 准备去巴士逛一下 我们酒店是在中山路步行街上面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酒店楼下 有特别多好吃的 我们刚才从市场里面走 就是从他们菜场里面走 然后他们当地人好像觉得巴士就是那个 地巴士场就是那个菜场 然后其实我想找的是那条美食街 然后就是这一条人超级多 这个好像是他们老字号的一个饼家 叫阿鸡仔 然后有超级多人排队 我们打算排队买一下 吃个马蹄糕 挺好吃的 这是花蜆烙 开提 嗯 我买了这么大一包 超级超级多东西 居然只花了60块钱 超级多算 有另一个品种 我们现在逛到极致百货了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百货 我马上准备去看 这个应该是他们当时做饼的模具 《团却一定比较稼疽》 《团却的区益》 和《团却一份》 在立功地里有过 很好看嘛 这边可以俯瞰整个巴士 我们现在晚上出来再逛一下老杰的一号 这就是我们楼下的 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去鼓唠语玩 然后再打印那个船票 现在在下午码头 这个是刚才那家的后面的构造 超级复杂 过来 为什么?失灵了 就是我们现在去日光盐看一下 应该可以俯瞰整个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那个十二洞天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洞嵌在石头里面 应该是十二生肖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们连票里面五个景点里面最后一个 我们都完了已经 这个号月园应该就是看一下这个巨型的正成功的雕像 我买了一串炸仙的吃 我们点了一个沙茶面 然后这个是流沙包特别有特色看上去 还有一份综合鱼丸汤 这个流沙包就是特别特别有流动性 基本上感觉是汁水比较多 已经不是那种浓稠的蛋黄 然后感觉有个酒的味道 还挺好吃的 这个沙茶面里面的花生味特别特别皱 还挺香的 他们家那个这个鱼丸的皮特别有弹性 很好吃 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古浪雨 然后不知道因为天气的原因 还是没有兜到好玩的地方 反正感觉非常的一般 没有什么很好看的地方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岛上的房子 建筑什么的风格还蛮好看的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吃的美食广场一样的东西吧 里面吃的还挺多的 大概就这样 然后你就下午见了 老字号的1980烧肉粽 打算买一个带回家吃吃 还挺丰富的 今天买的是鸡蛋花生糖 哈喽,早上好,今天是第三天,然后我们来南普陀寺参观一下 刚经历了一段特别坎坷的入园之旅 就是我在协程上约了票子,然后他不识别我的身份证 然后我就跟他搞了好久才进来,现在终于进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厦门大学 前面的素数都长得超级好看 前面的素数都长得超级好看 我们现在到了福隆隧道,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有很多涂鸦的隧道 然后因为要保证通行,所以说他一点半才能开放 让游客进去拍照,然后我们在外面等一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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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完了 我们刚才被一个出租车司机给骗了,然后又带到一个超级远的地方 叫珍珠湾 不是,叫珍珠湾 在珍珠湾那边就下车了,然后结果我们又走了1.6公里 现在终于走到珍珠湾的尽头了 听说这边是一个像夜市街一样,特别期待 可以吃很多东西 然后到海边去吧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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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推荐黄泽河的五香卷 这个是五香卷 然后那个柯仔煎还有花生汤都特别特别好吃 而且这个是特别热 然后里面就特别的肥感觉 很好吃 很香 下面有特别特别多的酥跟饼 然后我觉得这一家零书庄的一豆酥是最好吃的 他们里面蛋黄酥也超级好吃 早上好 今天是第四天吧 然后我们现在在武夷山景区南入口 然后准备去爬一下武夷山 我们现在到天尤峰山脚下了 远处那个就是天尤峰的顶 然后看着大家在上面爬 一共是848几点 这个天尤峰山脚下了 这个天尤峰一整块是一块石头 超级厉害 然后上面有很多那种一条条都是雨水的侵蚀作用造成的 我们现在在半山腰 然后拍下去是这个样子 到顶了 然后其实就没有想象中爬了那么久 我觉得其实它蛮轻松的 我觉得其实它蛮轻松的 但是就有几级阶梯比较窄 然后又比较陡 所以就脚有点软 看我们现在在这个酒区竹筏这边 我们要去做竹筏了 前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爬过的天尤峰 哇 再来 我们前面就到了 早上好 现在是在武夷山玩的最后一天 然后就打算随便逛逛 没有爬山的任务了 然后现在一字天也就一线天里面玩一下 这边是一线天特别特别窄的地方 好像最窄的地方只有30公分 刚才那段路只能把包拿下来 然后侧身走特别特别窄 然后上面也会就好像是特别湿 所以衣服都给弄湿了 刚刚那几届楼又抖又窄 然后现在终于宽了 我们要出去 现在我们要去玩第二个景点 就是大红袍 应该是看几棵就是 怎么说 大红袍 母树 就是现在所有有的大红袍 都从那两棵树上分株出来的 那边那个六柱就是大红袍的母树 那边那个六柱就是大红袍的母树 好吃吗 很香很香 很香很香 嗯 好久没吃鸡蛋了 我已经 我现在这后面就是那个水帘豆的景区入口 但是问了那个监票员 然后他说现在这个季节根本就没有水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中午吃 可以在我们这个酒店附近吃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拿好行李 然后要回家了 那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